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红衣女人在那里打电话 起初男人并没有在意 而是接着晾自己的衣服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人懒懒散散地就起了床 休息一晚的他当即决定收回昨晚的衣服 可收着收着 他似乎用余光看到了什么 结果等他转过头去 我的天 昨天晚上的那个女人 居然还在那里打电话 难不成他站了整整一晚上 男人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立马收拾完衣服就跑回了屋子 好在那里打电话 在当天晚上 女朋友来到了男人的家里 许久未见的两人 当即拿着以前的同学照片就聊了起来 为了活跃氛围 女人还特意询问男人 以前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女生喜欢他 玩笑之余 男人特意来到阳台准备抽根烟 可就在这时 他似乎又察觉到了什么 等抬头一看 白天那个红衣女人 居然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然而就在这时 女人放下了手里的电话 并且对着男人微微一笑 这下男人可忍不了了 当即就跟女朋友表示自己要出去买个东西 然后就气冲冲地跑了下去 他不明白那个女人为什么要盯上自己 可奇怪的是 等他刚赶到电话亭 对方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可把男人气得够呛 这不是明摆着耍自己吗 没办法 他只能走进电话亭里看一看 结果却发现电话上写着 也就在这时 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并且把男人给吓得直坐车 可奇怪的是 四周并没有那个女人的风雨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便决定接通电话搞个明白 这可把男人给搞懵了 只见他抬头一看 男人崩溃 当即就质问女人在干什么 结果等他仔细一看才发现 那个女人的脸上居然沾满了鲜血 而屋里的女朋友也早就倒在了血泊中 只留下了一个带血的同学路 而男人此刻似乎也想起了什么 原来以前在学生时期追过自己的女生 正是现在这个红衣女 ng好 i know you 啊